大家好,我是烟草经销商小七 烟草对于便利店而言也是一大收入来源 便利店要想从事卷烟零售业务 就必须要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如果办不了烟草许可证,会有什么后果呢? 依依法取缔国家实行烟草专卖制度 是烟草专卖管理的重要体现 也是烟草行业有别于其他行业的一大特点 便利店有了许可证才是合法经营商户 否则就属于无证经营 一旦被发现是要被取缔的 二,许可证有期限 要注意的是这个许可证是有期限的 并不是永久的 在取得许可证之后 一定要看清品牢记上面的有效日期 以免影响正常经营 三,办理所需材料 首先要准备烟草专卖行行证许可申请书 原许可证的证副本 其次私与居所相单独经营地的产权证明 或者房屋出租合同证本及引译件 申请者的身份证证本及引译件 四,延续许可证的期限 一张许可证有效期最多为五年 如果时间到了有效期满30天前 向原发机构明确提出持续申请办理 五,许可证限制 像便利店这种零售业获得的烟草专卖零售业许可证 一回不可以销售50条左右的烟草 而且只有向顾客售卖而不可以向经营者售卖 六,了解办不了烟草证的原因 烟草局是有专门人来调查的 附近已经有人开或者附近有学校 是没办法办理烟草证的 七,接受检查 烟草局会不定期寻查 如果没有烟草证还卖烟 刚开始会警告 如果不听警告 可能会对你卖的烟草进行全部没收